欢迎收听由大灰狼为您播讲的《摩天记》第187回 枯瘦老者一生低贺,袖子一翻,一手就像柳鸣虚空一抓 对那精英丝网和十几道青色剑气全都是视若无睹 扑的一声,老者身上狂涌出了一层蓝萌萌的光焰 丝网和青色剑气刚一到尽前,全都被此焰卷入化为了灰烬 同时呢,一顿出十几丈远的柳鸣却只觉身躯一沉 一股巨大的吸力从后爆发而出,竟然他不由自主的向后倒飞了出去 柳鸣大惊再次飞快的掐绝,猛人狂催体内法力 当即身躯一沉就再次停在了原处了 这一幕,让后面枯瘦老者倒不由得轻移了一声 但随之脸上争鸣一现,抓出五指当即微微一去 且慢 就在此时,另一个声音从蛮鬼宗后方传出 接着枯瘦老者上空黑气滚滚而出 一只遍布绿毛的巨大鬼手从中闪电一般拍出 直取老者天灵感 枯瘦老者脸色大便,原本探出的手掌骤人之间方向一改 向高空的鬼爪一抓而去轰的一声过后 鬼爪和老者手掌间当即就爆发出了一团绿蒙蒙的气泡 当即一股飓风就向四面八方席卷而去了 附近战团中争斗之人波敌之下纷纷东倒西歪 更近一些的柳明虽然说还能勉强保住身躯不动 但在狂风中也就面如刀割 同时空气一紧 竟然不觉之间有窒息的感觉了 这样柳明骇然至极 后面出手阻挡之人 听声音正是那位严师叔 但能和其旗鼓相当的对手 肯定也是海族那边的化精器了 刚才竟然是一名化精器强者对他出手了 这样他不得一任后怕 整单手和空中鬼爪僵持不下的枯售老者 目光一瞥就向狂风中的柳明的举动 看了个一清二楚 他当即脸上阴力之色一闪 突然另一手臂一动 一根手指冲着柳明所在的方向一探而去 救手 又传出了严师叔暴怒的声音 另一只鬼爪也带着阵阵腥风 从黑气中一装而下 但是明显已经迟了 只见枯售老者 手指向前端 蓝光一闪 一脚结黑幽幽的指尖 竟松了一声 盘射而出 另一个闪动过后 就不见踪迹 几乎同一时间 正在向后方拼命顿走的柳明 忽然感觉到心中一寒 接着后背一热 整个人就在一股距离撞击之下一扑而出 同时忍不住一张口 喷出了树团精血出去 此时 他背部瞬间就变得疼痛无比 仿佛被人用尖锥 狠狠地炸了一下 枯售老者见柳明向前几个亮相之后 竟然安然无视 再次爬了起来 不禁呆了一呆 但马上大怒再向他出手 就忽然一道白色皮链从附近虚空中一闪而出 围着他的身躯 就是一绕 叶天梅 枯售老者一下子 如同踩了尾背一般盘条而起 双锈 黄蒙抖后 当即两面金色的圆薄 浮现而出 同时 身躯滴溜溜一转过后 就化为了一团金蒙蒙的虚影了 但是纵然如此 白色皮链一斩在上边 当即就发出了刺耳的鲜明 但是不过片刻之间就砰的一声 金色虚影在白色皮链搅动之下 终于爆裂而开 但是里面的光芒一闪 一道蓝色的惊鸿 却趁机一闪而出 只是几个模糊过后 就要远顿离去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空中一声怪吼 一道绿蒙蒙的光柱从天而降 正好击在了逃走的惊鸿上 惊鸿中当即猛哼传出 但只微微一颤 就速度丝毫不变 继续击着而逃 并且片刻之间的 就回到了海族大军中了 这个时候 才从那边传来了 哭受老者怨毒至极的声音 叶仙子 言道有大恩 立某算是铭记在心 还有刚才击杀我侄子的人族小子 老夫迟早要将你抽皮八斤 移决我心头之恨 说完之后 老者竟然就此一去不回头 这让战场正在激战的 诸宗和海族修炼者 都不禁面面相聚 更是相爱似的 纷纷的停止了战斗 而就在此刻 空中黑气中人影一闪 一个头杂三角发际的 灰袍老者的从天而降 正是那位严师叔 不过他一现身的瞬间 没理会柳明 却先冲空中那道 盘旋飞舞的白色匹链一拱手 多谢叶仙子出手相助 否则柳西芝这次恐怕是再劫难逃了 我等几宗现在同气连之 利老怪竟然无事约定 敢进入战团 出手对付一个小辈 我自然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 白色匹链光芒一脸 现身出了一名身穿白色宫装的 貌美女子 但这个时候 此女望向柳明的目光中 却有一丝惊讶 要知道 先前枯受老者断甲一击啊 就算是身为同阶存在的他 也不敢大意用肉身 直接去抵挡 而柳明在结结实实中了这一击之后 竟然只是喷了点血 看似并无大碍 不管怎么说 这一次要是没有仙子出手 恐怕很难就这么逼退力劳鬼的 柳诗迟啊 你也过得谢谢叶前辈救命之恩 晚辈多谢叶前辈出手 没什么 我倒是没有想到这才几年不见 柳诗迟不但真修炼成了建修之术 并且还已经进阶成了灵师 叶天梅文言微微一笑 不敢 没有前辈当年指点之恩 晚辈怎么可能在建修之术上 就这么轻易入门 怎么 柳诗迟的建修之术是从叶仙子那写来的 旁边的严实书文言顿时也惊讶了 就在这个时候 海族大军后方 却忽然传出了一声长长的号角 当即两阵前的海族海兽潮水一般的向后退去 天上黑云地上海水也紧跟着轰的向后飞快退去 眨眼之间再次划为一道黑线不见了踪迹了 海族人已经退了 这一次攻击可是有些虎头蛇尾 既然如此 我等几个月回城商量一下 这一次海族人画京旗境界的强者首次无事契约出手 我等是不得不防啊 嗯 此时的确非比寻常 我看我们几宗是要好好的商量一下了 严实书说完之后 再向后面城中其他几名画京旗强者传音商量 当即发出了撤退的命令 诸宗联军纷纷放出非洲战车 收拾一下战场之后 并将战死同门尸体找到 就一同戴上向巨城中滚滚而回了 虽然说这次两族之战并不太长 但也各自死伤弟子数百人之多呀 一回到城中 严实书并没追问 柳明是用什么方法挡住枯售老者的一击 反而叮嘱几句就匆匆离开 和其他几位画京旗相继去了 柳明回到了住处 他刚一在食物中盘膝坐下 就立刻将身上几层外衣除去 露出了那一身紧贴筋肉的 胶鳞皮甲 在其背后处 一枚挡在心脏位置上的 暗红鳞片中心处 赫然的已经身身凹进了数寸 下方乌黑一片高高肿了起来 柳明看了不禁一咧嘴啊 显然要不是有这皮甲 他早就完了 画京旗强者随手一击 竟然就有这般恐怖的威力 怪不得各宗都将此境界的强者存在 以否当作宗门的立足根本啊 而他因为先前击杀的那名叫 立杀的海族灵师 却被这等一个恐怖存在盯上了 想想都让人遍体发寒呢 不过好在诸宗和海族 现在是生死大敌 这位海族画京旗强者 有严师叔等人族强者前置 是没有办法轻易对击出手的 他只要在以后大战中多加小心 应该不会有机会单独面对此存在的 柳明默默思量片刻 心神稍加平静 但手臂一动 将一枚早就取出的金色的符露 拍在后背上 乌黑处淡淡白光流转过后 油浓转淡飞快的消肿 并最终变得和浮浸肌肤一样 不过这些只是一些表面伤势 即使不动用浮露治愈 单瓶及肉身强横 相信也很快无大碍 真正麻烦呢 其实他在这一击中 体内受到的强烈的震荡 此种伤势 即使说有丹药辅助 恐怕十几天内都没有办法痊愈啊 柳明手中取出了树莓丹药 飞快吞浮 接着又响了一响 肖子一抖 两团黑光从袖中一飞而出 再发出了乌之声 叮叮叮一转 就化为了两枚镶嵌着贝壳的 黑乎乎的手镯 他把精神力往其中探去 柳明踏完之后惊讶一声 但下一刻 单手往手镯上一拍 扑地撑过后 一股蓝霞飞起而出 当即身前浮现出了一大堆东西啊 其中大半的都是淡蓝色中高阶灵石和一些五颜六色的贝壳 小半则是一些药瓶浮露 还有树剑的用瘦骨炼制成的下品灵器 均都是一般无二的数寸长的飞叉 但是其中最惹眼的却是一枚拳头大小的不知名的瘦卵 表面呢 遍布紫红色的灵纹 并且散发着一股若有若无的威压气息 一看就不是一般的灵瘦之卵 柳明见此同样有些意外 单手一落就将紫色的瘦卵 稳稳的吸到了手中 但在手指一接触瘦卵的瞬间 忽然嘀啪之声一响 竟然从卵中涌出了几道紫色的电丝出来 虽然说看起来吧毫不起眼 但仍然让他手掌一麻 柳明顿时一惊 这瘦卵竟然是一只雷属性的灵瘦之卵 如此一来 只要此瘦不是以后潜力太低 那价值之大 简直不可思量 而且紫色的电弧 他似乎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同一时间 海族向索来方向退去的大军上空 一只九条银色飞鱼拉扯的一只精致的巨大飞车上 一名身穿蓝色假衣的儒雅的海族男子 正似笑飞笑的 冲旁边的枯售老者说 弟兄果然勇猛无比啊 这次竟然一人就敢闯入仁族大军中 并能面对两名同阶全身而退 其中一人嘛 还是仁族大名鼎鼎的剑袖 此时若是传扬开来 说不得让丽兄威名 要再增加三分了呀 李导谣 你莫非是在讽刺我吗 我怎么敢如此 不够话说回来了 奇迹一个侄子的丧命还不至于让你这般失态吧 经冒齐险去对付一名奇迹的人族灵师 我没记错的话 李兄亲生的侄子没有三四十个 也有十七八个之多吧 哼 知道什么呀 这李扇和其他侄子怎能一样啊 不但具有天生的九脉雷零根 并且还天生体质易变 力大无穷 使我这些侄子当中 最有可能冲进化晶期的呀 果真如此 李兄不要瞒我 就算丽莎真是你最器重的亲职 但对我等来说 也不过是多关注一些 怎么看 也不至于到让你我冒险出手的地步吧 要知道你这一次出手 很有可能遭到人族那边反击 万一坏了我等先前商量好了的大忌 这又是谁能担当的起的呀 怎么 于道友 你是在威胁我吗 威胁谈不上 不过我很好奇 力兄如此做的真正的原因 要知道为了这次入侵云川大计 我等几族可是准备了数百年的事件呢 在下可是绝不允许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影响其成败 不过 我不是淫灵一族之人 自然管不到李兄 但想来贵族族长所说之话 应该管用吧 啊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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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这儿 脸色顿雪铁青 同时双目死死叮着兰甲男子 袭中的双手握成了拳头 一剥怒不可及的样子 但是 兰甲男子对此却是视若无睹 算你赢了 不过你听了此事之后 最好永远烂在自己的肚子里面 否则的话 我说不得要真的再次领会一下 鱼道友的神通 微熊放心 只要所说的事情 不涉及我等几足大计 在下自然会保守秘密的 好吧 我这侄子的身上 应该由我们引领一族 圣兽不久前产下的 一枚变异的雷属性兽卵 什么 贵族圣兽之卵 还是雷属性的 你往非疯了不成吗 你激动什么 虽然是变异的圣兽之卵 但此卵先天不足 基本上根本没有可能 真正孵化出来 以后嘛顶多只能拿来炼丹 或做他用 或之所以将其借给了绿莎 也只是呢 打算让他借助卵上产生的 变异的雷电之力 看看能不能让自身 对雷电掌控更近一层 哎呀 可是没有想到啊 这个蠢货呀 竟然会被 区区一名 初期的人族灵师击杀了 连带圣兽之卵 也被一同缴获 我这才不得已冒险出手 想要把他重新夺回来 哦 原来只是一头变异的死卵 这可真是太可惜了 否则贵族以后 恐怕又要凭空多出一头 化精精以上的恐怖的战力了 不过这话还得说回来 即使一枚胜兽死卵 也是真心万分的 若是利用好的话 就离我同样存在着 大大的好处 差不多你放心 一模这话算话 我一定替你保守秘密 不过看立正的样子 他并不会那般轻易的 就放过那个人族小的棒子 还是要将胜卵重新找回力 那之后 你需不需要 我助你一致之力啊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摩天计第188回